我好人 就不再用大家時間了 過了 那就 先聊一聊敏牌吧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不是預言家 所以我不想要搗亂 但是我原本想說 發一個叉叉的 因為我覺得 好 我是預言家牌 先抱一下我的查驗 四號是金水 因為我剛剛這兩張牌 要講嗎 都有一點東西 所以我剛剛都在想說 我要先用哪一張牌 然後在想的時候 就忘記抿到牌 但是我的耳朵裡面 一直傳出四號的聲音 就是要在抿牌的階段的時候 一直有聲音 我說好…那我驗一下四號 那四號就是金水牌這樣 只是 但他第一張牌是金水沒有錯 白天一起生的時候 其實我有注意到八號 有一個態度 就是他有一個很專業很專業 可以看到每個人這樣子 每個人招呼都有打到的 一個很專業的笑容這樣子 不失禮貌的微笑 所以我想說 是否有一點 刻意呢 就是有一點讓我覺得 若無其事的感覺 雖然四號第一張牌 被驗到是好人 但我還是會著重四 因為四號在每一個人發言的時候 他都表情很多 很演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 可能他第二張牌不是那麼好 你說四很演 講話的時候表情很多 我跟你說 這就是痘痘是在 他會抓別人的小動作 他之前有一個很經典的做法 他會抓我一直點頭 在扛推我你知道嗎 就是 抓從小動作去扛推別人 這個是八號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所以八號是好狼 然後四號你不要再暈了 不要再踩我什麼發言爆 我現在就是女巫 你再踩我 毒掉… 我把你一層皮我都可以 我想…毒藥就在這裡 我要不要再丟到你身上 所以你真的是請置重一點 就是我第一輪想說 不是 因為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第一輪想說我手術會發言 然後我又不想要當一個 滑水型玩家 結果八號 你不要跟我點頭 你不要再跟我點頭了 你不要再跟我點頭了 哈哈